2006年国际数学联盟主席约翰鲍尔亲自飞到俄罗斯 敲开一个简陋的房门 花了10个小时劝说这个大胡子男人 希望他能接受数学界最高荣誉飞尔资奖 这个奖项的含金量不亚于诺贝尔奖 但这不是大胡子第一次拒绝领奖 却是约翰鲍尔生平第一次请求别人领奖 而这个大胡子男人就是俄罗斯传奇数学家佩雷尔曼 天才往往都和这个世界有点格格不入 4岁的佩雷尔曼就觉得 数学比和其他孩子一起玩泥巴要更有意思 1982年佩雷尔曼代表苏联学生 冲击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不仅拿下了金牌 还创造了一个无法被超越的分数满分 一个月后耶鲁大学注意到了这位天才少年 要给16岁的佩雷尔曼一套房子 和1982年的20万美元奖学金 邀请他去耶鲁上学 佩雷尔曼上来就直接拒绝 把耶鲁大学搞得有点懵逼 实际上佩雷尔曼一生都在打脸这些 企图用钱砸他的人 1993年不少数学家前赴后继的用长篇大论来论证灵魂猜想 但20年过去也只能做出一小部分的证明 后来佩雷尔曼一出手 就让不少数学家献出了自己的膝盖 因为佩雷尔曼采用了四叶纸 就完整的证明了这个猜想 而且当时他只有27岁 1996年欧洲数学会决定授予佩雷尔曼 结出青年数学家奖 并附带了高额奖金 佩雷尔曼却只在电话里简单的说 我暂时不需要这些 这时候的他将目标锁定在庞加莱猜想 银居7年 没几个人再见到过他 到了003年 出关的佩雷尔曼到了麻省理工 向满教室的数学家介绍他的研究结果 但是90分钟下来 在座的数学家要么没听懂 要么崩溃了 参加讲座的约翰摩根博士后来就说 在座的很多数学家 花了毕生精力倾注在庞加莱猜想上 当看到佩雷尔曼快要证明完成时 他们已经快崩溃了 到最后他们竟然发现 自己竟然听不懂佩雷尔曼在说什么 他们就彻底崩溃了 但不影响 数学界也承认佩雷尔曼完成了这个壮举 纽约时报评论说 佩雷尔曼破解了庞加莱 是数学发展 也是人类思想发展的里程碑 后来全球三个核心数学组的专家们 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终于把佩雷尔曼的演讲 翻译成了几百页的解说版本 2006年 那些崩溃的数学家终于听懂了 很多白发长长的数学家也终于转行了 而当时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提出要求 如果有谁证明了庞加莱猜想 必须要把证明论文发表在学术刊物上 才能拿到100万美元的奖金 可是佩雷尔曼偏偏就是不发刊物 而是任性的把论文发表在了网上 甚至纽约州立大学 对佩雷尔曼抛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 让他可以提出任何要求 任何薪水 甚至一年只在学校出现一个月都行 佩雷尔曼却说 条件真不错 佩雷尔曼应该是个本来就不差钱的隐形富豪 但实际上 佩雷尔曼经常光顾的一家富士店老板就说 他总是穿得像个流浪汉一样 留着长发和长长的指甲 买的东西几乎没有变过 都是一些便宜又简单的食物 当越来越多的记者 跑到佩雷尔曼简陋的家门时 他的邻居才知道 原来那个野人 居然就是那个能够左右世界数学进程的男人 佩雷尔曼的数学启蒙老师鲁克星也说 佩雷尔曼对于数学界的罪名足利 学术腐败感到失望 不久后佩雷尔曼就退出了数学界 在俄罗斯寻找佩雷尔曼成了一句俗语 因为在佩雷尔曼之前 全世界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于是菲尔之奖决定为佩雷尔曼破例 给佩雷尔曼提供了几套方案 包括佩雷尔曼不必亲自到场出席 他们可以把奖章和奖金送到他的家里 但这么体贴的方案 还是被佩雷尔曼拒绝了 俄罗斯数学家格里莫夫在一本书里回忆说 那一年本该是西班牙国王为佩雷尔曼颁奖 但是佩雷尔曼却反问道 为什么国王能给数学家颁奖 他是谁 在数学家的眼里 他什么都不是 2006年8月22日 3000多名数学家齐聚在马德里 参加第25届国际数学家大会 不少人拭铭想来看看 这位破解了困扰数学界 100年猜想的天才数学家佩雷尔曼 但当西班牙国王依然宣布佩雷尔曼 是当年的菲尔之奖得主 佩雷尔曼的位置依然是空空荡荡的 场上沉默片刻之后 全场响起了金球不摔的掌声 至今这位纯粹的数学天才 面对无数最顶尖大脑 毕生所求的荣誉 佩雷尔曼总是四了福一去 深藏宫与明 英国每日邮报的记者 还是不死心的来到了佩雷尔曼的家门口 佩雷尔曼还是连门都没有开 只是在屋内对着外面采访的记者 简单的说了一句 我早就已经应有尽有